同样是可以缩小僵尸的植物 缩小紫罗兰和魔法翻红花有什么区别呢? 缩小紫罗兰 能缩小三乘三区域内的僵尸 能让僵尸受到更多伤害 并降低它们坑咬植物的伤害 打招可以缩小全屏的僵尸 魔法翻红花 除了缩小僵尸还能攻击 对场上最靠左的僵尸使用光线攻击 如果未能击败目标 会把僵尸缩小一段时间 被缩小的僵尸移动速度降低 受到的伤害会增加 一段时间后僵尸会恢复正常 比缩小紫罗兰更全面 但如果是应急又或者是对付小鬼僵尸 缩小紫罗兰更好用 至于魔法翻红花 五阶除了发射强化激光能把僵尸降价 大家觉得哪个植物比较好用呢? 不要忘记再来支持一下哦